再來的話 如果我希望可以把這一個 1加到99的基數跟偶數分別加總的話 那我應該如何寫 不過在講這個之前 跟各位順便講一下 因為這邊的寫法 ANS等於ANS加I 其實如果你在那個TribT裡面 它可能不會這樣寫 它可能會寫成這樣子 它會寫成這樣 ANS加等於I 有沒有 那其實ANS加等於I 其實跟ANS等於ANS加I的寫法 其實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OK 那至於說 你比較習慣寫哪一種方法 那就看個人 那這種寫法相容於VBA 那剛剛那個寫法相容於Java 所以就看你個人比較習慣是哪一種寫法 那我是覺得這樣的寫法比較好解釋啦 那如果你假設你把它改寫成什麼 ANS等於ANS加等於I的話 其實這程式真的比較不好解釋 其實意思就是說 把後面的I加的結果存到前面去的意思啦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的習慣是比較習慣寫這樣 OK 所以順便講一下 因為順便應該 或者是JAMLINE應該也都會寫成像剛剛那樣的寫法 OK 那至於寫哪一個比較OK 就看個人 我自己習慣寫這樣 OK 好 那接下來如果說呢 我希望把它基數跟偶數分別加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再加一個一幅 一幅I的詞 那怎麼知道它的基數 那就是怎麼樣 加一個百分比符號 意思就除以二之後的結果 結果的話呢 那就等於等於 記得哦 等於等於意思說 計算完的結果是不是後面的結果等於多少 假設等於1的話 那表示說呢 它是基數嘛 OK 所以基數做基數的事 那Enter 再Enter兩下好了 然後Back到前面 else 反之的話呢 那做什麼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偶數嘛 OK 因為如果假設它 反之的話呢 就是除以二之後呢 等於0的話 那就是偶數啦 那目前呢 你會發現呢 如果我要累加的話 你說 老師那Ans 目前這個變數只有一個的話 那怎麼辦 應該有基數跟偶數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不然這樣我就直接在上面再多一個 AnsA 跟AnsB好了 比如說我再增加一個 A的話呢 是放基數好了 B的話是放偶數 那這樣應該比較 虛格啦 OK 等於是這個呢 就幫我把 基數的全部放這裡 這個就放偶數的 OK 所以再來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程式 這個複製上去 這邊再加一個A好了 那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除以2之後的餘數為1的話 那它是基數 那就幫我把它 累加的結果放在A那是A 反之呢 就放在A那是B 有沒有 所以它有點像閘門 你是左邊 你是右邊 一個左邊 一個右邊 一個左邊 一個右邊 好 那就分別累加了嘛 那所以最後的話呢 加總的結果 那就是這個是基數 這個就偶數 好 所以我這邊的話就可以 把它再加一個敘述好了 也許知道嗎 基數 基數 基數加總 偶數加總 好 然後這個就 nsA嘛 然後再來下來 再來就把它改一下 這邊就偶數 然後就 nsB 好 這樣的話就寫完了 OK 應該可以看懂我在寫什麼 關鍵的地方 應該比較會是問題的 應該就這個 就是除以2之後的餘數為多少 如果為1的話 那就是基數 反之就是偶數 OK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應該程式就OK了 執行一下 得到的結果 基數的加總 那就是2500 偶數加總就是2450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只是把剛剛的程式 稍微做個修改 第一個修改的話 就是加一個這個 邏輯判斷 因為本來的累加會有兩個 所以我增加一個 A跟 就是把原來ns改成A跟B 分別 A的話就加上基數 B的話就加偶數 分別就把它輸出 大概就這樣子 OK OK 那當然呢 是不是只有一個方法 當然不是 如果你用Charlie BD的話 他可能會用 第二種寫法 如果假設 你說老師 可是如果 我不用那個 邏輯判斷做輸出的話 那有沒有另外一個方法 我另外一個寫法 我順便講一下 其實呢 如果另外一個寫法 我把這個程式扣過來好了 剛剛的這個 方法二的話 如果假設我不用邏輯判斷的話 那實際上 你們可以跑兩次回圈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假設不用邏輯判斷 比如說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用邏輯判斷 不用這樣子 我會覺得有點麻煩耶 那可不可以 我不要邏輯判斷 那我直接怎麼樣呢 還有一個方法 其實你說會不會比較簡單 好像會比 你如果對於寫邏輯判斷不熟悉的 應該算簡單 也就在range的地方有沒有 你再加一個d點 d點之後加一個2就可以了 诶 d點2什麼意思 特別注意哦 這個d點2意思是說 本來預設值是跳一個 有沒有 1的下一個就是2 那如果你d點2的話 意思是說 你就跳兩個 1不要2哦 跳兩個直接跳到3 然後3再跳兩個就變5 再跳兩個就變7 那這樣不就是 基數要的數 對沒錯 OK所以其實第二種方法 這個也可以思考看看 但是我個人比較習慣 還是用邏輯判斷 這個方法我導比較不是那麼常用 我覺得可能每個人習慣 你們可以自己找出自己的習慣 OK好 那所以呢 如果假設是這樣的話呢 那他就是直接把NSA給輸出了 可是呢 那你說老師那偶數怎麼辦呢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寫法比較不OK的地方 就是你變成你要跑兩個回圈 也就是說你變成如果假設偶數很簡單嘛 那你就把初始值改成2比較好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本來是從1開始嘛 那你不要從1開始嘛 你從2開始比較好 那一樣跳兩個 那不就2、4、6、8、10 一直到98 然後呢 只是說累加的這個變數呢 那就不用NSA 所以直接把它改成ANSB 這樣子也OK了 所以兩種解法 一個是用邏輯判斷的方式 左邊右邊、左邊右邊 比如男生左左邊、女生左右邊 這樣子過濾 有點像一個篩選器的感覺 那這個的話呢 是跑兩次 你先跑激素的 再跑偶數的 OK 最後結果也不一樣 看一下應該是都一樣 這個邏輯應該都是相通的 有沒有 一樣嘛 2、5、0、0 2、4、5、0 結果一模一樣 OK 那你說哪一個好 他寫得出來都好 寫得出來都不太好 那只是說啦 如果以個人習慣 像那個 哪一個效率比較好 其實當然啦 如果以跑回圈來看 跑一個回圈會比 跑兩個回圈來得有效率 所以像剛剛那個寫法只有一個回圈 只是裡面加邏輯判斷 反正一直跑下去 但是這邊要跑兩個回圈 意思就是說你要跑兩次的意思 那如果跑一次跟跑兩次 當然跑一次比較有效率啦 我們這樣想啦 不過這個其實 如果以現在這個CPU的效率來看 那都不是問題的 因為你根本不用管 也許這樣的寫法效率比較差 可是差多少 差大概千萬分之一秒 反正你感覺不到啦 反正那個就是完全無感 那你怎麼寫都OK啦 所以我是覺得寫程式 不要抓那條尖 寫得出來 等到寫出來 如果你有時間你再去優化它 對不對 你再去思考 如果你實在是 這個 沒有時間反正你就照這樣 我以前也是這樣 我剛開始寫程式也是寫得一塌糊塗 我自己回頭看我自己以前寫的程式 可是我簡直不敢相信 怎麼會寫成這樣子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還不是照跑 對不對 還不是給客戶人家用的 還不是很開心 對不對 雖然我是覺得可能會比較 有點不成熟啦 但是人家還是買單的嘛 OK 而且我發現以前那個竹科 現在應該一樣 因為都很有錢啦 所以他們 花很多錢 然後什麼都買單 我覺得他們就是 有點感覺就是那個 錢很多 然後你只要能夠提出 他要的需求的想法 他們就願意買單 我覺得那時候覺得 所以你想要創出一個東西 他願意OK可以接受 他就 那這裡也很多的商機 那請各位試一下 或許你們除了說 自己寫之外 也可以試試看 我可以試一下 用那個Charge VTT 或者用GEM來看看 幫你產生看看 好 試一下 那剛剛的話 主要是 利用那個 FOR迴圈 加上一個邏輯判斷 第三個單元的部分 那我有把 寫好的程式放在雲端板 第二頁 第二地方 方法一 其實關鍵就是這個 所以把它放大一下 就這個 OK 這個不要寫錯 其他應該就比較簡單 方法二的話就是 這個 就是把 後面再加一個STEP 這個叫STEP 那這個寫完之後的話 後面還有一個題目就更困難了 因為需要兩個回圈 才能夠完成 九者神法表的輸出 所以如果假設 我請你寫出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九者神法表 它規則很簡單 應該大家都會 小學都背過 OK 只是說 如果呢 我希望 用Python幫我寫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程式的話 請問 該如何寫 會不會很困難呢 其實答案下面有啦 其實 還蠻簡單的 因為只有四行而已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run看看的話 答案應該在第五頁的地方 所以你開一個好了 開一個module 然後 把程式貼上 記得 因為它有寬度的問題 所以你把它拉過來一點點 讓它run 有沒有看到結果就長這樣 那其實程式不多啦 程式基本上就是 總共的total就是四行 對 四行就跑出這樣的結果 其實可以想見 你大概分析一下 因為基本上 它需要兩個變數 一個變數是前面這個 我不知道前面好像前面這個叫被乘數吧 然後這個叫乘數吧 然後這個叫乘七 然後他們之間這個中間會有個空白 其實是一個tab tab的話呢 在拖曳資源裡面就是反斜線t 反斜線n是換行的 反斜線t的話呢就是一個tab鍵 一個tab鍵的話就是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能夠把這一個 所以它基本上的話需要兩個變數 一個變數是i 一個變數是j 然後呢 這邊的話也許這個x 然後這個等號 然後後面加一個tab 所以其實基本上 只要一個i加一個j 兩個回圈 然後這個i跟j 它的範圍一定是1到9 有沒有 然後所以先i 有沒有 這個i 前面這個都i嘛 所以i先跑一次 然後後面j就跑123456789 然後把結果輸出 然後再換行 換行之後j的話呢 i就要加1了 i加1就變2嘛 然後後面一樣j還是123456789 有沒有 然後在i再加1 然後再換下一個 所以 這怎麼做出來的 各位想想看 不過我是覺得 如果說你假如一次寫不出來的話 其實呢 你是可以先分兩階段 甚至分更多階段 那我的想法說 如果你1到9寫不出來 那沒關係 你可以先寫第一列吧 你不要下面有沒有 你先寫第一列 第一列的輸出OK 再寫第二列 有沒有 再寫全部列 那如果你一列寫得出來 你後面就比較簡單了 可是你一列寫不出來 那你後面就困難了 那要怎麼樣一列寫出來 你先寫一列 那一列的話 其實分析一下有沒有 它其實第一列如果輸出的話 它有哪一個數字會改變的 有沒有發現這個是1嗎 這是變2嘛 這變3 那前面這個1乘這個都固定了 1乘多少 1乘多少 好沒有 那後面的話呢 那一列寫不出來 那一列寫不出來 如果你假設一列OK 你現在去思考其他的 OK 試一下看看好不好